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候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 那么今年的新的政府 可以说已经是 尘埃落定已经组成了 可以说今年这样一个结果 非常的特殊 在新西兰这个选举史上 可能也是第一次 这个MMP选举制度以来 这个得票最多的一个政党 没有执政 是非常特殊 对吧 您怎么看 对 是MMP制度是1996年开始的 这当然是 的确是第一次 是这种情况 但事实上不仅如此 新西兰100多年来 也是第一次 100多年来都是第一次 一个小党决定了 一个政府的组成 然后最大的政党 没有执政 最大的政党 得票最多政党 没有执政 这个在新西兰历史上 的确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现行的选举制度本身 就决定了这种可能性 你只要没有过半 那么其他党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来决定这个政府 所以现在我们就 接受这个现实 接受现实 对 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国家党的党魁 仍然是Bill English 没有产生变化 那么根据以往的一些惯例 如果说这个大选的结果 不是没有赢得 这个大选结果的话 这个党魁一般来说 是要辞职的 为什么现在Bill English 还是留任党魁一职 对一般来说 如果是一个政党 党魁在大选中 没有带领这个党 取得我们一个好成绩 那么他应该说是要 营救辞职 但是对于我们国家 解惑家党来说 这一次我们不认为 我们是失败的 因为我们得票是最多的 对吧 我们得的席位 比工党多十个席位 比工党加绿党 还多两个席位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是应该说是 选举本身 从得票率来说 我们是赢的 但是的确是 最终不是我们可以决定谁在主义政府 这是被一个小党左右了 所以我们认为 从竞选成绩来看 我们认为党魁 Bill English做的还是不错的 没错 所以就没有人挑战他 那天开党团会议的时候 它是我们走个程序嘛 每个大选之后都有个程序 就是说领导班子要不要换 对吧 当时就是我们总理举手 他要做巨大党魁 我们全部鼓掌 没有任何人挑战他 副党魁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 这个延续性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从内心讲 我们认为 我们是大选中做得不错 那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 被这个选政制度本身所限制着 所以我们就只能是说接受这个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党本身 这大选中也进行了很大的努力 做得也不错 当然Bill English做得也是不错的 非常棒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国家党上下仍然是非常的团结一心 非常团结 非常团结 这个事实上我们整个的表现呢 外面看来也是好像我们 就像我们没有任何变化一样 都是很顺利的就把这个过来了 所以这也证明是什么呢 证明第一呢 我们是认为我们做的精选本身 我们做得很好 没错 我们也认为老百姓本身是也希望我们执政的 嗯 但是呢 一个小党呢 把这个事情给搅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内心呢 还是怎么说就是说 我们认为 自尊重制度 但同时呢 我们还有很多自信在里面 嗯 所以我们整个的表现 就是在别人看来是整个的 非常的平稳 来交接 以及我们对今后的未来呢 我们也有这种自信 来做一个最有效的最大的反对党 没错 好多朋友看了那个前总理 比尤英格西离开那个总理办公室那段视频哈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这个 这样一个前总理 非常喜欢他 对他的喜爱对国家党的支持 其实没有会没有因为这个而改变 嗯 那么同时呢 这个新的政府组成以后呢 大家以前的那些担心 在选举期间的那些担心 比如说三党执政的话 会不会不稳定啊 以及对经济方面的一些考虑仍然在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 是的 这个的确是的 嗯 因为三党联盟嘛 三党执政吧 应该这么说 那个绿党是在这个没正式联盟 对吧 嗯 但是呢 他也是在政府里面了 等于是支持政府嘛 嗯 他也有部长嘛 所以呢 这个工党绿党加这个优先党这三个党呢 因为他在理论上有很多相矛盾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这三个党在一块有很多不确定性 嗯 政策上有很多这个冲突的地方 嗯 那么我个人呢 当然也是对这三党今后的 今后的合作关系啊 嗯 我个人也是有所保留了 就是呢 我觉得政府可能甚至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政府 嗯 政府不稳定的话 显然就对新西兰的发展会有某种影响 对吧 嗯 所以我们在看 看到今后怎么发展 嗯 我们国家党呢 就会一直 因为我们是56个席位嘛 嗯 对吧 也是站了半米江山 新西兰历史上最强大的反对党 没错 嗯 所以我们可以内部就比较容易沟通嘛 嗯 所以在一些问题上就统一一致的来 来 来这个来这个来监督执政党 嗯 所以呢我们的任务就是呢 在今后这三年时间里面呢 不断的 不断的来监督执政党 嗯 怎么监督 这个就是要让 告诉老百姓 嗯 这个政策啊 或者是执政党 还可以怎么改进 有什么问题 对 这样通过这个呢 来老百姓知道老百姓知道 政府在做什么 嗯 存在什么问题 嗯 这就是我们执政 法律党的一个职责 嗯 法律党最大的职责 应该就是这个 就是对政府的一些法案 法规提出自己的质疑 对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和见解 对吗 没错的就是有法案 对吧 嗯 然后呢政府的运作 也是我们法律党需要去监督的 嗯 法案嘛当然就是呢 政府会提出议案出来 嗯 然后呢我们在我们就要审议 对吧 然后我们看着议案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提出来 嗯 那么他们呢 因为他有票数的在摆着 嗯 所以呢他们可以强行通过 也就是说反对党这个反对的声音再大 也有可能是完全不能影响这个法案的落地 对的 他会他有票数去强行通过 嗯 但是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 会让老百姓知道 嗯 这个法案有什么问题 嗯 就希望呢 让老百姓也来监督这个政府 嗯 对吧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我们的责任 因为老百姓本身对一些议案可能不很了解嘛 嗯 那么我们要做功课 就是审查这个议案 告诉老百姓这是什么问题 嗯 同时呢 这个政府方面呢就是呢 因为政府的运作 因为部长都是他们的 对吧 嗯 所以政府的运作呢也是要受监督的 嗯 所以每年我们都有这个 叫我们叫financial review 就是这个财政这个评估的这个 就叫审核 嗯 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要告诉 通过这个程序啊 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政府在哪些方面 他会出了问题 嗯 这个呢我们要指出来 平时也需要不断的监督指出来 嗯 这样呢等于是 老百姓可以知道哈 这个政府运作的如何 哪方面有漏洞 嗯 这样也也也也去让执政党呢 嗯 去改进工作 嗯 这就是我们反对党的一个执着 嗯 那么呃 据说这个反对党里面是有一个影子内阁 对吗 对了 针对这个执政党他们每一个部长的职位 是 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这个事务的发言人 对 来专门对他们这个领域的工作进行一个监督 是的 嗯 对我们这个各个就是各个对应的 嗯 部长 我们都会有我们对应的一个人 嗯 嗯 来进行某种监督 因为对我们叫发言人 对吧 实际上就是要摇摇影子内阁一样了 来来针对他们 嗯 经济啊 贸易啊 教育啊 等等方面 我们都会有相应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那现在这些人选已经确定了吗 嗯 目前这个人选呢 目前我们还没有 嗯 嗯 但是呢 我想那个因为这个上个周五嗯 这个总理才搬离了总理办公室 对吧 嗯 搬到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就是反正党的 我们就有三层楼是我们的了 嗯 那么这个期间肯定他没在讲 谁谁谁谁谁做什么 事务发言人 中心分配一下职责 对对对对对 那基本上我估计呢 会沿着以前部长那个 没错 那个位置嘛 对吧 整套班子还是在 对 转换成这个发言人嘛 嗯 所以我想这大概呢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嗯 我想有一个这个强大的反对党 对新西兰来说也是一件大福利 因为这样老百姓可以在了解政府 如何运作的时候 还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 另一种可能 这样呢 其实呢 对新西兰未来的发展也是大有益处 我们相信呢 在未来 在这个新的政府的领导下 在我们这个强大 新西兰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反对党的监督下 新西兰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未来 当然了 我们相信呢 对于国家党这样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政党来说 那么以后的选举结果呢 也会由今年的这三年作为反对党的一些成绩来决定 是的 我们国家党呢 应该说 三六年成立 嗯 四九年执政 嗯 从四九年到二零一七年六十八年时间 六十八 我们执政四十七年 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是我们执政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是有信心 今后重新回来执政的 嗯 但是呢在 但是我们接受这个现实 就是从执政党转会成反对党 这是事实 嗯 那么我们在反对党的位置上呢 我们好好的工作 嗯 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能力 然后呢 希望三年之后呢 我们又重新回来 变成更多的选民 是的 嗯 好的 非常感谢杨健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效的即时的 这个时政的消息 那么同时邀请大家下一期的节目呢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杨健博士探视症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杨健博士的到来 我们再会 再会